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的一个举动 让舞者感动 对街舞的热爱 彰显人格魅力 这就是街舞第五季主推新生代舞者 在节目中 UNIQ王一博无疑是最懂新生代舞者的一位 备受舞者们喜欢 最近这就是街舞52强诞生 其中不少新生代舞者止步于子 有实力的依旧保留了下来 其中有几位舞者的表现 因为节目的剪辑 幕后的故事并未在镜头上呈现 其中舞者弘扬发文 描述了一些细节 让我们得知王一博对待舞者的用心之处 如此细腻温暖的举动 难怪这么多舞者喜欢他 人格的魅力 果然深得人心 在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弘扬所在的队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全员晋级没有淘汰 这对于他来讲 是无比开心的 因为曾经参加过街舞 自己是新人年纪小 很少能够参与到更多细节的编排跟统筹中 这次能够全力以赴 获得最后的胜利 对于他而言 是一种全新的历练 其中呢 他提及了一位队长 那就是王一博让他备受感动的是 王一博给了他冲击A组的名额 虽然最后没有获得那个机会 但是对于他而言 是最大的鼓舞 王一博在新生代舞者中的认同感是最高的 因为他是专业的 同时呢 更让他感动的地方 是在宣布晋级名单的时候 王一博看到没有提及到他的名字 他会冲下台去问工作人员问原因 得知他们是全员晋级 所以才没有提及 就是这么一个细节 让弘扬在赛后发文 说了这样一段话 真的有被感动到 因为一个人 因为一群人 是的 舞者参与到这档节目中 能够被关注 能够被关心 更让自己的付出跟努力收获肯定 自然是最大的幸福 同时呢 我们也通过舞者的表述 了解了王一博 外冷内热的一个人 细节决定了人品 王一博对于街舞的热爱 除了用自己的专业 让我们了解了街舞 还通过跟舞者的交流 让我们懂得什么才是街舞的精神 以舞会友 给予舞者展现自己的机会 特别是在板牙身上 我们看到了这份真挚跟尊重 在第一次起舞中 板牙的团队失利 集体直接淘汰 跟大神舞者聊天过程中 得知了板牙的实力后 他主动cue到了板牙 成功挽留了下来 更提醒他 来是做什么的 一定要懂得抓住机会 同时呢 王一博更是对板牙 hip hop实力的认可 在冲击A组的过程中 给予了机会 在板牙跟斯文 Battle的时候 更是判给了板牙一票 得知最后大师团 都没有给票的时 他更是冲过去 问其中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举动 板牙在采访中说 自己有看到王一博给了他票 这无疑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增强了不少的自信 18岁的小女生 来参加节目 实力不足 需要的是机会 一份鼓励 才能让他坚定这条路 王一博的这些举动 无疑是对舞者最大的尊重跟认可 不说别的 细节彰显人品 行动比言语上的鼓励 更具有力量 他在用实际行动 给人带来力量 才会让人备受感动跟鼓舞 都说因为自己曾经淋过雨 才懂得想为别人称把伞 骨子里的善良 是因为他心中热爱 街舞是他所热爱的东西 才会全力奔赴 对此 你是否也重新认识一下王一博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